Hello everybody 大家新年快乐 真的好久不见了 既然隔了这么久 先告诉大家一个重磅消息 我要当爹了 啊 我老婆小学妹是去年十月初怀孕的 现在大概有个五个月了 肚子现在看起来还蛮明显的 现在她生活上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比如说走路比较慢啊 上下楼啊什么的 就是办事的速度都比以前慢了很多 考虑到她现在的身体健康 以及疫情的不确定性 所以说今年我们就跟去年一样 还是在上海过年的 想想总不能宅在家里面吃喝七天 总得找点事干干吧 刚好想起来 可以帮小鲜妹拍个运照留个纪念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家里拍运照需要注意点什么 大家一起看一下吧 Hello小伙伴们 我是大耳蟹 今天是大年初一 为了在家里拍 所以说把一些东西都要重新的去布置一下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这个红布 对吧 这个红布 背景布 还需要一位模特 就是一个怀孕的妈妈 还需要我这个相机 我的相机是佳能6D的 然后配了一个35毫米1.4的一个镜头 因为这么小的屋子里边 7200可能就没法用了 因为焦距太长 所以说准备一个35或者是中段焦距的 因为我没有中段焦距的 就选择了35 接下来就开始拍摄了 对吧 对吧 Send me photographs and souvenirs Just remember till you dream appear You belong to me I'll be so alone without you Maybe you belong some too And blue Fly the ocean in a silver plain See th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the rains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这套照片拍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点就是拍之前一定要明确拍摄主题 因为我们是拍运运气照嘛 又刚好是新年 我们确定的主题就是新年偏复古的运气照 这是第一组的主题 第二组我们还想拍一些我俩的合照 也就是新年的偏日常生活类的一些照片 确定好了大概风格之后 就可以在网上找一些参考的照片 就像下面这样的 这样会更容易帮助我们去拍摄 第二就是道具衣服装容与动作 因为是新年的主题嘛 我们选择的背景布是红色的丝绒布 长度挺大的 大概是有个三四米左右 衣服我们参考了模特的穿着 选择的孕妇装是黑色的连体泳衣以宽衣草帽 因为小鲜妹现在才怀孕才五个月嘛 这套黑色其实不显肚子 大家如果拍的话 建议七个月左右的时候去拍 这样效果会非常明显 第二组的合照就是我俩平时穿的衣服 一黑一白搭配红色的背景 整个布景还有效果还是不错的 其他就是一些道具的一个选择上 比如说像食物啊 饮料啊 草莓啊 车离子啊 郁金香啊等等 都是色彩比较鲜艳喜庆的 也是我们春节家里边 真的食物 或者都会必备的一些年货 这样更富有生活气息 场景上也会更丰富一点 接下来妆容上 因为小鲜妹怀孕了嘛 所以说不能化太浓的妆 嘴上的妆主要以复古红唇为主啊 这两组照片的妆容也没得改 其实就是更换了一个发型和帽子 动作上因为我俩都不是专业做这个的嘛 小鲜妹也没有360度无死角的颜质和身材 很多动作与角度要提前讲好啊 多看一下其他模特的板子 工货提前做好 这样在拍摄的时候不会手防搅乱 第三点就是不仅以东光 我现在租的房间还是比较小的 里面有沙发桌子 以及书架等等等等 要想在这个比较小的空间里拍摄 我们就需要把房间中央这一块彻底清理出来 清理完之后 在阳台的这个亮音架上把背景布挂好 然后在背景布前面打两盏灯 主灯是一个新微森的200proLED灯 我们装了一个柔光布 这样可以让光线更加的柔和 在模特的右边放了一盏神牛的闪光灯 这盏灯就是对着房顶打 因为整个房间都是白色的嘛 光线经过慢反射之后 比较柔和不会太硬 最后一点就是建议大家在拍摄时 人物不要离背景太近 离背景稍微远一点 这样光线就不会影响背景 拍出来的背景的这个红色会更有质感一点 最后一块就是后期修图了 后期调色 我是在那个ACR里面做基本的调光与调色 调色的风格偏复古暖色 这又是人物对比不要那么强烈 减少一些对比度 减少一些清晰度 面部颜色就是偏暖黄 大家可以画一个遮罩 然后在遮罩里面做一些基本的操作 不会影响背景的其他的部分 最后就是进入PS里面进行去瑕疵 液怀以及磨皮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优势帮助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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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